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下总冠军的那个人见人爱的灵活死胖子,迪奥也宣布彻底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这对于马斯球迷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不过更糟心的事情还在后头,就在迪奥退役不久以后,这位人生赢家,就又给马斯球迷补了一刀,不过这次刀是从帕克那里拿来的,在迪奥退役后,他邀请了好友帕克和图雷亚夫, 在他的游艇上畅聊人生,而帕克也在转会后,第一次详细的谈论了自己离开马斯的原因,帕克表示,自己之所以离开马斯,是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机会,马斯现在已经是一支彻底重建的球队了, 或许很多人难以接受,虽然邓肯早已退役,但是即使这样,马斯在最近几年,也从未缺席过季后赛,更没有人敢将马斯轻易的视作一支重建球队, 然而帕克这话,算是对于马斯的重建彻底失垂了,帕克,吉诺比利和邓肯都已经离开,剩下的仅有波波为奇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帅带着一帮后马斯时代的先人在重建的路上苦苦支撑,恐怕对于马斯球迷而言没有比这个更扎心的事情了。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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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